我这里分享的内容就是使用Next.js构建一个AI应用 主要分享就是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时间 从构建这个产品到推向市场 经历用户的反馈的别代中 自己的一些认识吧 还有可能犯过的一些错误 会比较的更高级别 不会像刚才一样有非常大的代码 非常地硬核 我们都是比较直接直白的 所以不要用大家的压力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过的产品 你可以看到在AI考这个功能上 我刚才使用的是出入提示词创建 实际上你可以去有一个 你有的题库还有导入文档 同时也包括联网搜索 因为可能我们会需要去考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词 那个AI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训练机里面不会包括最新的内容 网站的部分大家刚刚已经体验过了 我可以给大家再浏览一下 我们可能最关注的就是 你会去创建一个考试 你在这里面会像刚才一样看到 我们有一个输入之后 AI会有这些输出的内容 我先推出 另外就是进到一个考试里面 你可以给大家进行编辑 可以去设置它的正确答案 因为有些时候 AI的出错的这个幻觉还是存在的 再有呢就是像刚才我们去看到所有的成绩 这就是大家提到的所有的数据了 可以给大家进行排序 OK 这是基本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内容 在这个产品背后 从技术上来看 比较大的几个方面吧 就是我们是用9GS构建的整个前端应用 然后我们的后端 有真正和数据互交互那个后端 包括账号底那一套 靠的是Rios 7 这个可能在现在大家用的可能不太多了 后面当然会提到LiM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GPCO 功能就提到的刚才的 其实还包括评分 只不过我们没有一个简达体 如果简达体的话 AI可以根据相似度进行比较平分 所以这个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产品的架构上来看 它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studio的一个模式 就是 你注册了一个账号 成立进出去的用户 你登到后台里面去进行这个构建 我们把这类人叫做我们的用户 有时候我们也叫他builder 可能看到我穿了衣服叫foundbuilder 对 他完成了自己的业务之后 将这个东西分发给了自己的客户 比方说 对于我们刚才而言 我就是这个 一个讲师来做这个技术宣讲 然后我现在去把这个考试分发给了大家 大家是我的考生 是我的客户 数据是提交给我的 我可以管理提交者的数据 个人信息也是有的 只如果刚刚没有给大家展示而已 那在这个产品架构下 其实这两部分群体 它所使用的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两个next应用 就是好处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域名 我们刚刚其实也在查前一会儿和其他人也共同聊过 有时候我们进入去会被滥用 滥用之后工信部网信办就把我们的域名封掉了 那封掉了之后 我们现在第一个来找我们的肯定是进入去的用户 他会担心自己的客户现在没有办法提交数据了 打不开表单了 不能进行考试了 所以这个域名我们是要分开了 然后呢 从流量来看 对内的进入去的用户肯定是少量的 但它是稳定的 是可能是长 是不断的每天都会在进入去上进行自己的工作 而另外一部分人 那个量可能是非常大的 就是突发的量也是有 比方说考试其实是有个开考时间的 开始那一刻 可能就是几千人几万人同时进入 那QPS会比较高 然后考试会有一个限时答题的提交时间 那在那个时段呢 它那个QPS也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应用场景 我们在实验应中其实是多个Net.js 其实还有个Net.js 这个也没有提到 就是大家都会有个landing page嘛 那个就直接是一个静态输出的模式 直接正到CDN上 用CDN来扛一个流量 不需要来我们自己的服务器 在Rios这一端呢 我们并没有主流的这些微服务之类的 可能对Rios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 Rios其实就是一个大而全的一整套的框架 什么东西都提供了 但我们在里面也用了一些组件化的部分 比方说考生这个模块 我们有个叫Customer的东西 然后对于考试 它就是一个考试模块 它里面有题库 然后有随机出题这种 跟考试场景非常参观的逻辑 在更核心的模块里面 结合一个表单 如果大家之前都使用过金融局的话 那表单嘛 大家在工作中 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肯定也写过类似的 你要去创建一个表单 让用户提交一些数据 那个是最核心的模块了 所以后端是用了一个组件化的模式 OK 我们先到Next.js 这一端来看 Next.js 其实在进入军的使用应该是已经有两三年 有两三个应用了 在我们做这个考试之前 然后呢 这一次不同的是 Next.js 13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 如果大家了解这方面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叫Source Component的东西 是因为Reddit引入的 在我们看来 它确实会让整个网站的加载会更快 包括页面的跳转 所以用户体验它会更快 尤其是相对于传统那种单页式应用来讲 比方说在这个页面之间的切换 基本上你不会遇到大面积的loading 加载的其实也是 你基本上一下子就可以把静态的部分很快的渲染出来 动态的数据嘛 你当然可以同个别的方式来做啊 我们没有做而已 然后开发体验来看的话 就是大部分时候是很轻松的 我们不需要去配置很多你的构建工具 你的什么一些令特规则 然后包括部署 它也非常贴心的做了一种叫做Standalone的部署方式 可以把直接构建出来一个非常小的可知性的模块 直接扔给Docker 能够保证它所消耗的资源是最少的 但小部分时候也是很痛苦的 这两方面我到后面再细讲 先看第一个就是用户体验 从技术角度来看用户体验 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认为是两方面吧 一方面就是React使用了RLC 对前能不太了解的人来看 就是它可以让你在服务端 直接把组件渲染出来之后 这里是关键 它不会把JS丢给了客户端 到这就结束了 像以前的海知识的模式 都是你需要在客户端再运行一次那个代码的 所以很多比较复杂的代码 只要在服务端运行就好了 减少了网络的开销 减少了客户端运行的开销 那它在出水的时候 的确是很快的 当然这个Suspense也是需要的 Suspense其实加上Stream就是 你可以让它在整个渲染的流程中 它不是同步的 它可以分成一个小chunk 渲染完了之后 马上就以流逝的方式推给了游战器 所以在骨架屏的渲染上来讲 它也会更快 另外呢 这个是Next.js 自己干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是它的catch 它其实自己在文章里面提到过 它有四种catch 除了第一种 其实是React提供的之外 后面的都是Next.js提供的 这些catch可以发生在客户端 也可以发生在服务端 这个可能太偏浅端 太偏细节 我就不打开讲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Nike.js利用了RLC这个特性 加上自己的catch的这种功能 让用户在打开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快 但是它的那个开发上 不太好的点就是 这个文档写的不够清晰 然后它那个应用呢 其实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一个全战式的应用了 你现在可以直接 调到任何的模块 所以这么多东西 堆到那个文章里面 还是很复杂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概念太多了 catch刚才上一张节 我们看到有四种catch 在渲染模式上来讲更多 这里面刨去了那种 直接推静态的 在构建时 帮你打包成静态的之外 还有像PPR这种方式 这是Next.js 14推出来的 它说pre-rendering 实际上我没有去仔细的看 因为也没有在 使用在生产环境中 所以我这边只是提一下 还有就是 Nine这些其实很多的 缺失的部分 比方说它的这个日志系统 Rules那个日志 它非常的详细 你的输入是 你的那个请求是什么 你的所有东西 全都能帮你打印出来 但Nine里面就非常简单告诉你 这个路径里来了一个请求 它是什么ATV method 就结束了 它甚至都不会告诉你 这个里面有击中缓存 这也不是默认告诉你 你可以通过一个 config把它打开 所以 其实你想去 更多的研究 去深入去理解它 还是挺麻烦的 另外就是路由守卫 这个在我们这个场景下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 在这个编辑器中 如果我做了一个更改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设计上 并没有说实时保存 那没有实时保存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希望用户 离开的时候 提示它要保存 比方说我会点到这里面 我们是实现了 但实际上 Nine这台官方 它没有这样一个功能 根本就找不到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这是有个第三方的一个人 写了一个 NPM的一个package patch的这个东西 但是它有很多 接触性的问题 比方说 我印象中在Windows上 是完全没有这个功能的 官方文档里面 那官方艺术人 肯定被有人提到过 但他也给了很多的解释 大概意思就是 现在也不会考虑这样做 还有一个就是中间键的通行 中间键其实 我们的使用方式 是需要和你的页面渲染之间 进行通行的 你的请求 可以先被匹配到一规则 进入到中间键 这里面就是一些 纯函数的调用 然后呢 再把它给到下一集 下一集的话 很有可能 或者一定就是你的这个 页面的响应 去渲染这个页面 但是这个其实没有 非常简单的说 你就放出去给那扔过去就好了 现在官方或者说社区 最多的方式 就给hider里面写了一堆的信息 写的时候 你还要把它序列化一下 不然它是传不过去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设计 另外就是这个bud多 这个catch 其实是不稳定的 它虽然有这种种的catch 比方说它官方提到了 page catch 就是在客户端的那种缓存 如果在一个页面中包含有其他页面的链接 它是可以直接把RCA的请求 就下一个页面的基本上的内容都直接缓存下来的 这个缓存有效其实30秒 在30秒内 除非你主动的让数据失效了 不然它应该不会发这个请求的 但实际上你会看到 当我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请求还在不断的发 我如果再回来的话 它也会又发一次 你看这个时候它就不发了 貌似又稳定了 但可能你过一会之后它又不稳定了 这个bug 在官方里面 一说明被提到了无数次 但是一直都没有被真正的解决过 OK我们再到下面 前端从工程上来讲的话 比较浅浅的先分享这一点 另外就是AI的部分了 AI这个直接给一些我个人的感觉吧 或者说团队一个共识 这个模型本身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效果 尤其是现在是一个 摆模大战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出来一个模型 都会去试一下 有些时候它今天好了 明天它就坏了 这个坏就是它 可能大家刚看到过那种感觉 就是出于质量好像没那么高 你想象它有难度 有时候觉得它好像很简单 你甚至可能发现 那个题目是有重复的 它不是说完全一样的题目 但通过人能感觉到 那就是一个重复的题目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 另外就是 速度质量还有成本 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三角 你当然希望这个 用户数一句话 啪一下 结果都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想象 看到一个字一个字 蹦 但这简直不可能的 然后呢 如果你想质量高 大家肯定都知道 现在prompt里面 工程化的方式都会说 你需要 至少五次的这种prompt 多轮的对话 你甚至可能还需要一个agent 来帮你做一些评测 然后帮你做一些校正 对吧 但如果有这个过程 它根本就不可能在一秒之内给你返回 你可能看那个loading 可能等个十分钟 它会给你开始慢慢吐字了 这绝对是用户无法接受的 从成本上来讲也是 尤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当时用的是Athropec 就是OpenAI最有力的那个竞争者 它的Cloud3里面最强的Ops那个模型 那个其实还是很贵的 我们当时出一套体 基本上在 出一套体 大概基本在两三块钱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还是比较早期 用户量还是比较少 这个其实还是对我们来说 极大的一个消耗 但是在GPCO出现了之后 这个成本大家都知道 就是被缩减到的非常的低 我们现在实际上产品用的 也就是GPCO 在现代看来 虽然它也没有那么的完美 但 基本上是在这三个之间 达到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吧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 我们之前写代码 都是从去 我们都是在迭代一个确定的逻辑 我们非常明白这个逻辑是怎么样 我们写一个测试 明确的可以 只要满足这个结果 代码就写对了 然后在这个逻辑下 用户也没有任何的 会感到意外 但现在就变成了 你其实是在迭代你的测试集 也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是怎么思考 那个prompt可能 今天是对的 明天就坏了 你改了某一个字之后 另外一个地方出问题了 你完全是无法 有一个固定逻辑 来去固定下来的 所以其实你是在迭代你的测试集 还有你的训练集 那个训练集更多的是指向 Fontem这种场景 OK 这里列举一些关键字吧 在我们现在看来 我们现在首先呢 只是在文生文的这个场景下 还没有更多的那种 多摩泰的方式 另外就是刚提到了GPCO 现在看起来是速度质量 还有成本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GPCO的话 出一套体大概是一毛三 这个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比较可承受了 然后我们也尝试过 Dobo Pro 为什么用国内的模型 就是 一方面是 它可能成本更低 国内的这些 BD销售 打交道会更轻松一点 也有一方面是 如果大家真的做了 这个应用开发的话 或者说你可能看到网页信息 国内其实是需要你的AI 这个是受监管的 网信办公信不会让你完全不管的去 输出这个内容的 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们上 我们要发一个小程序的迭代版本 然后我们就被腾讯给拒了 拒的原因是你用了AI 你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 我们这种小公司 怎么去找 OpenAI 说你给我出一个符合中国法律的 这个授权过来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用了解决方式 我们找了阿里云 阿里云肯定是有的 他的一套大模型肯定是 经过这个 备案也好 那些协议也好的 所以我们是和他签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最终是让我们的AI 小程序是可以过审的 所以其实在国内用大模型 找一个国内的公司包大腿 还是有好处的 另外就是LIT LM 这个大家可能就是 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其实你模型很多嘛 你肯定想 在不改变 API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后台不停的换模型 可能出来新的一个模型 你想尝试一下 就对模型来进行一个迭代 你不能出来新模型改次代码 虽然 那个API 其实已经长得非常一致了 都是GPC的那个模式 但是还有些差别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 用了一个LIT LM 就是他填平了API层面的这个差距 而且有很多这种 你像灰产也好吧 你这样叫 它可以帮你去做各种海外公司的订阅 模型的购买 API的购买 你知道 大家可能如果有人订阅过 那个 XGPC的话 你会发现 国内的信用卡 即使你双臂信用卡 但是它的发行方式 中国大陆内地 然后你的商店地址 中国大陆内地 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购买的 那没有办法购买 对我们来说完全就 没有办法了嘛 所以会找到这些公司 他们像是帮你去代买 我们只不过去用他们的服务 但这个时候 也有遇到过问题啊 就是 他肯定不直接进入去一家 有一些客户量非常大 大到了OpenAI 可能就把它给 流量给屏蔽了 然后我们就掉不了了 我们经常会用到这种的 所以因为每次都会去找 那个提供商都说 你们这些 给我们这些小公司 也开个小水管吗 你把这个河 全部推到那边去了 给我们开个小水管 不然的话 我们家一会都掉不了了 后面就是 Problem Engineering 这个也要提到就是 我们现在只停留在 Problem Engineering的阶段 只停留在 One Shot的阶段 就是一个Problem过去 然后给我一个返回 并没有多轮 甚至更没有 你的Long Context 你的Rag 某种硬义上有Rag 底下提到了 我们有那个 你刚刚看的一个搜索 两种搜索用了Bean的API 那个API还比较简单的 这个算某种一样有Rag 但并不是相当数据库的方式 原因非常多了 如果你用相当数据库的方式 你一定要有个 非常好的数据集 我们虽然有 金融剧是有模板的 那个模板里面 可能有人之前做过考试 但是质量还是不够高 用它来出题的效果 还是不够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非常简单 就只用了一个 One Shot的 过去的一个Prompt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 可能在考试场景中 比较好的技巧 就是知识图谱 如果大家能关注的话 你看到 微软不是出了Graph Rag 就是怎么用图谱的方式 帮你去更好做这个Rag的方式 这个地方 我们是发现 在考试中 你的那些知识点 如果能结构化 让AI总结出来 一个知识图谱 那它根据每一个知识点 进行出题的效果会更好 不会有那么多的 重复的题目 还有就是 有一些模型 它声称知识图谱的时候 它给你是一个 非常可视化的数据 你可以直接拿 那个结构化的数据 丢到一个图音编辑器里面 进行Debug 后面就是Funter 其实是应该做的 我们的用户出题 比方说很多政业公司 都是一些可能 党政相关的问题 或者说 已经监管一些 最近的相关的文件 他们来学习之后考试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 把这些学习的资料 也好 我们自己给它 预训练一个出来 就非常针对于 比方说 监管 证券行业的这样子一套 微调的模型也好 它会让这个出局效率会更高 这个也是我们发现 我们应该可以做的事情 但现在其实还没有开始做 后面的工程画角 再看的话就是 对出题质量的评测 这个其实也是业界大家都有的问题 你对AI的输出 怎么进行评测 有非常多的框架 可能现在提到最多 就是agent的形式 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 我们现在就只是 更多的人文的 肉眼进行评测 大家可能刚 很多人都提到过 那个出题质量不高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 甚至可能有一些错误答案 对 这个是会存在的 另外就是监控了 监控就是 一定要把AI的每一次调用 都给它记下来 你只有把连动以前记下来 你才知道 这个在最近表现是怎样的 因为你可能需要 人去识不识地看 不然的话 无监管的就跑 你完全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 对那个生成 内容的格式 其实就是指令跟随了 你想那个AI考试 你看到有题目 有选项 就是题干 还有那个题目的本身 包括前面的序号 哪一个正确答案 肯定是要有个结构化的数据 我们才能把它解决出来的 所以对于相当内容的格式的要求 其实也会非常高 就是你只能让你跟随 还有你怎么做这个校验 现在你们这是用的Json 还是就让它生成文本的那处 文本 这个我会下面讲 为什么 比方说 业绩有些可能会提到 Athropec会说 XMR会更好 然后GPSO 他可能就是你说Markdown 或者文本更好 对或者Json 对 服从Json schema的格式 对 我一会儿会讲 为什么用Json 其实就是这一条 我可以先讲这一条 就是文本格式的返回 你用J的返回的话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他要不返回权 你那个 你得等他 你不等他给你权出来之后 你不能给用户提供那个UI 你提供的UI 那UI是错的 很多人可能用Markdown的时候 会感觉到 他先给跑出来一个信号 然后过一段时候 啪 那个信号可能变成加粗了 或者变成一个邪体了 对 用户会看到那个闪动 而我们作为可能更 自己认为啊 自己是一个产品化的公司 更注重用户体验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更多是文本 文本的解析展示出来 你想一点什么什么 它顶多可能就是 没有完嘛 尤其是底下那个选项 那个证业答案 我们可以做给它补上 但如果用Json的话 你可能要等待 整个体全部都回来才可以 直接用文本是吗 对 是 但这个 我刚刚说那个Markdown 我遇到 就是你像那个文心一言 或者它生成 回来全是那种 一复制下来 全是点的明显一看 就AI回答了 是 对 然后还要就像 对 这个其实也提到 就Stream 这个其实和AI不相关啊 在WebSoft推流的时候 其实它是需要index的 我们今天会出现 就是那种 比方说你最后一个选项 和下一个题的题目 如果它的顺序不能保证 你下一个题目 变成上一个 上一道题的最后一个选项了 然后那顺序就全错了 AI无法解析 然后用户看见 那个体验非常糟糕 我们发现那个是需要 加index的 所以 这个地方是要加index的 来解决这个顺序问题的 另外就刚提到 这个格式化的问题了 还有就非常细节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 就非常前端 细节非常琐碎的事情了 你可以想象 我刚才出题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往下滚动 但如果你想看上面的内容的话 你可能会自己滚一下 然后就说你其实不想它再滚了 但是如果你可能 你又想它继续往后 看后面的滚动的话 你把它拉到后面 才又自己开始滚了 就是非常非常这种 细节的问题 这前端节的起来是非常头疼 但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吧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推荐大家这样一个库 就是我受了 AISDK 我虽然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就是Nex背后那个公司 他们现在也把自己认为 是一个AI的公司 他们自己提供的特色 做了使命 比方说它使命第一条 帮助这些做AI的公司 来构建他们的应用 某种意义上它达到了 如果你看Answerpick的那个Cloud 我还得用一瓶算了 或者就是像 anyway 我想说的就是 基本上这些公司线 都是使用 NexJet构建的一个应用 另外一点呢 这个AISDK帮你填平了 很多模型之间的差别 还有一个点 它提供给前端一些 可复用的hook 比方我刚提到那种 关于Message 相关的那种交互的 一些细节呀 还有它给你流适的推送呀 它里面都帮你封装好了 我们实际上没有用 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迭代 产品需求 有时候还是挺特殊的 没有实际需求 但如果大家有机会 比方说你只是想一开始 快速验证你的想法 这个还是能帮助你 快速完成这个事情的 OK 然后就最后一个了 就是个人感受 个人感受就是 现在的ANDT5 其实非常的淡化界面了 这个长得基本上都一个样子 就是有对话框 你问他一个话 然后他给你一个格式化 能用出来 尤其尤其在Agent爆发之后 如果大家看那个腾讯的那些 元器还是混元 还有像扣子这些东西 你完全不需要去搭建自己的UI了 你就是把一个Agent 给他训练好 给他足够好的数据 那你的界面基本上 都完全他能帮你实现了 所以ANDT5非常淡化界面 它其实现在非常强调的 就是数据 还有数据的迭代 也就是AI加上 大家以前都提到的三个点嘛 算法 算力 还有数据 对 对于小公司来说 算法和算力 基本上你是不太能够更改的了 你能更改的就是你的数据了 你有个比较好的数据 然后你对他进行一些标签 能够 一定程度上能够去构建出来 Fontor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型 在你的这个比较小的业务里面 OK 这个就是 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什么 问题 Nest本身 他找过有问题 Nest他本身对于 这块AI结合起来的话 他自己 你没有就Nest Nest的官方有没有什么提供一些固执 就是刚提到 Nest其实非常商业了 跟 对 所以就是 Wasol的AICK 其实干了就这个事情了 因为Verso Verso它本来就是搞商业化的 对 它是一个纯的那个 对 它也要赚钱嘛 对不对 对 是 就是它有一系列的这种 FCK来帮你去 不用说一系列的 就是一系列的功能都封装了 AICK封装在 Wasol这个平台里面去帮你做了 它那个结合 当然也是一开始它就做好了 它甚至帮你提供了像这种Template 你可以直接开始做这种 类似于Chat的形式的应用 你这个DNA里边那个 后台数据是要准备来 直接网上自己收的 哪一些数据啊 就比方说你刚才出现 那个提供的关键词 你是后台其他 就在他自己在网上 你提他 看呀 直接告诉模型的 我们没有做搜索刚才 你可以打开搜索 让他去搜 比方说 搜的话就是 你让并去帮你搜 这个不能算Agent了 我理解 就是他 或Agent现在这个词太大了 对 我们现在有个联网搜索 比方说 我们现在用GPS搜 他可能不知道的是 2024欧洲杯 是吧 欧洲杯现在是哪些球队了 那就是 半决赛 半决赛 战况 英国 我就说这个吧 看他能不能知道 是英格兰和哪来着 忘了 英格兰和荷兰 荷兰是吧 看能不能找到 刚好看起来 这也是这个 磁态 但我好像看到了 这个磁其实他非常的宽 你看他其实 不及时 对 因为他 我刚刚并问他 足球欧洲杯嘛 其实他非常的宽泛 但是你看 我刚刚其实已经看到 英格兰了 好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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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离谱了 你问一下 荷兰是被谁 被荷兰 英格兰对说了 对 英格兰对 荷兰 这个肯定是 GPS搜索 截止日期 应该肯定是在 他比赛之前的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联网去搜索他 但他其实搜索结果 并没有那么复杂 并没有说存下来 就是他是没有记忆的 就是他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当作是上海关的一部分 扔给了 大模型 然后大模型 还出了这个TRE 没有存下来 你问一下 第二次 第二次 就是他搜索 他还是会在 你给他一个错误 你给他一个错误的搜索 你问 你问那个啥 中国的 欧洲为中国被谁淘汰了 这个大家可以 我会试一下 就是 可以直接 搜那个金数据 小程序 我就不在这儿试了 我先回他先各种 记住问题 有一些评讯 它是有一些材料的 就是你学习的内容 像这些的话 有没有试过那个 比如说本地的大模型 然后 现在这一类的时候 你现在你有资料输入 它就是被形成一个支付 对 是 但实际上发现 就是不仅是对于这种数据 对 不仅是对于数据的广度 更多的还是这个模型 更多是模型的指令跟随吧 对 指令跟随上来讲的话 国外的模型 你让他干啥 他先帮他干啥 对于国内的模型 即使他有数据集在里面 但是你要他出那个题 他就是感觉干了 就不是你想干的事情 这是可能最关键的一个点 但然后 所以我们在实际的业务产品中 你是可以导入文档的 对 你是可以把那个培训资料 比方说 刚才我们确实可以把那个 Cotting Multiple Platform 那个PPT挣进去 这样子他出的题 对 会更贴近 我们认为的那些资料的 对 不会告诉你 比方刚刚第一道题 几几年初的 我们不关心这个事情 我们不关心它几几年初的 等于是先给一个正确答案 对 是 先给他一个材料 他吃嘛 吃完之后 对 你们会对这个再处理 他收那个contexting token的限制 强度限制 我们现在基本上模型 现在这些非常先进的模型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 对 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OK的 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个 兜底的吧 就可能是8000字 但实际上 我们其实试过 拿它放大一点 也是OK的 那就是因为你们用了 那个server component 就我理解就是 比如说对于 比如表单编辑的那些功能 应该和之前的应用 类似于差不多 对吧 对 是 有没有统计过 比如说原来用 比如说用服务端渲染 然后它之间的 那些比如YY同意的差异 比如手组渲染 那些统计指标差异 到底有提升多少 这个我们其实看过 就是提升 不会很大 或者说这个系 从比方说 从Google Lighthouse 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看的就是 你这个页面 最大的跳动 是哪一个元素 它非常的数据化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你的产品经理 不会说你那个东西 打到那个分就行了 他会告诉你 你看那个地方 就是打开办了 你看它为什么办 它其实告诉你 这个地方打开办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的 偏向于自己的业务的 我们如果只去监测 真正用户核心的部分的话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的确是 但我们能感觉到 最大的差别就是 在页面间的切换 基本上这个就是无缝的 我们实际上也 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新的产品 如果看一下线上的产品 那就是切的时候 颗粒麻擦就过去了 对是 登录一下 稍等一下 有手机 你能有想着 比如说用Service Component 把有的逻辑 推到CDN的边缘节点上 这个 的确是一个 比较前沿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做这个尝试 这个我稍微一直在说 那个边缘计算方面的事情 对 你们想想一种框架是 前沿的一种框架 对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很简单 就两个 Rate和Rios 那个是Rios Rios后端 对 Rios是后端的 哦 Rios版本 这个挺新的 对 是啊 我们光Ruber Rios升级了都半年了 还没搞 对 你看 就这两个页面切换的话 你们也感觉到 这个还是非常有点 有点 有很多的夹载在里面 因为它非常 就纯后客户端的事情嘛 那个服务端 所有卡门出来之后 直接给你 如果它有开支存在的话 直接又过来了 这个要是客户端渲染的 对 这个是纯后端渲染的 对 老师 你能为什么没有死 你能为什么没有死 没有加瓦这一份 这个我觉得跟时间相关嘛 当时是13年出来 13年 如果大家对这个web开发了解的话 那会可能Rios是国外比较先进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 那会创建产品呢都是Rios 我上一家公司也是用Rios做的后端 明白明白 对我再回答你刚才那个 就追了新 的确我们对Rios社区的那些工作追的都特别的新 你们也可以 如果看我们Github的话 我们也还有很多的开源的东西 你们当时就是选Rios和PHP 你们选了那个Rios 没选PPHP 对因为Rios更全战吧 就是潜在框架都帮你做了 骗什么呢 Github说他们去用Rios 直接是用的是Master的分析 这样的话 就是虽然就是一开始很难 但是后边更新 因为它一次它主完本上 也一次也不会更新多少东西 所以后边虽然升级比较频繁 但是每次升级的工作量都很小 对但就是人家是有Rios 或者Ruby的核心开发者 我们是跟不上的 我刚才见那个UA用PPHP写的 但是写着写着之后 导演都罢工了 PPHP反正它的速度还是稍微慢一些 是尤其在这几年吧 我个人理解 你无论是自己做公司的产品 还是做创业 你肯定希望它迭代快 迭代快了 肯定Github是迭代最快的 我们现在Rios 纯纯只做API 跟后边后端的一些job的工作 对是 跟前端完全没关系 对是 这是最新的 但实际上 实际上 在这个产品中 这些模板 还是靠Rios选择出来的 对 但我们后面的计划 就是把它全部都全都分离 建议演出二浪 也有一些 但二浪可能更偏向实施应用吧 二浪有个语言 上法有个语言叫Elixir 有一家公司用那个叫土比 他们做 我们 我们公司也有 就是之前做写这代码过来的同学 Elixir 对是 我们公司更点 还有原来用Clauser 全都是比较小众的 就是他们都是特别偏向实施应用 比方说 前几年 Slack很火的时候 很多公司做Slack的创业项目 超Slack 可能他们都是那一套 Slack 就是那个原来工具 对是 那基本上都用什么 我像我用那啥子 Slack 超Slack 你说用Elixir Elixir OTP 对 就是它实际性更高 比较简单 现在还有Rust 也有Rust 但那个语言太难学 对 你刚前面提到就是你们这个小程序上线的时候 那个AIA 4欧 每月都做是吧 对是 那你今天是冠着阿里代码 没有 没有阿里跟我们签了个协议而已 这个拉 对是 只是后来给他提到一个授权而已 实际上没有用 他查到那种的后段链接不是都 有没有结成那个链接他们 你去看吗 他不会看 他不会看那么多的 他 我理解 他只会去 根据工信部网信办的一些要求来办事 他们实际上不太关心你的内容 对 就是千万也试过 但千万还是那个问题 指令跟随 只有国外的GVSO 还有Cloud系列的是最好的 然后你像我们自己如果去 搭那个模型 比方说 用Lama2那些东西 Lama3那些东西 它就成本很高嘛 你要自己去弄服务器啊干嘛的 对 是偶老吗 不是不是 我们没 我们现在就直接调的就是云服务 就直接调云服务去 就这块这个 他那个速度 就网络这块 优化 目前还好 没有特别优化 但如果你想优化 就是你 您不说 说现在那个服务器 现在直接就在国外 是吧 没有 服务器在国内 宁夏吗 AX宁夏 他就要那个到GVT的 那个 不是 那个 他这个网络 没有那个啥 他有代理吧 对 国内有代理 Air 微软中国 做了GVT4 在中国的代理 然后亚马逊 投资了 Athropec 他做了Cloud的代理 国内你都能找到 但国内的问题就是 他 同步比较慢 比方说 GVT4出来的时候 可能你隔上 一个星期 国内才能用啊 然后Cloud也是 3.5出来的时候 要等一个星期 国内才能用 就是只要你有张号 能A片 能调用的话 它本身的那个延迟 不存在 对 可以调加弧 对 是 是 其实这个还好 在那里整个模型混掉 什么 对 这个当下可能都是嘛 就是还是 刚刚那句话 模型混掉 对 这模型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这个产米80%的一个效果了 其实它那个一方面是有一个框架 它帮你填平了 其实很多框架帮你填平 类似我爱骂一下 倒还不是 直接是一个叫 例子LM的 另外一个就是 那些 那些后来者 从API层面上 和GPS 和GPT 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肯定希望你迁移到我这来 我也不希望给你设计一个不一样的API 你说API接口都是 都是抄的 抄的就一模一样 抄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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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那个接的 对我们用了这个 就是它自己叫 比方说load balance across这种 不同的平台 API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也能帮你做这种分流 干嘛干嘛干嘛的 对对你后台可以直接配置开关 它有个好处就是 你后台实际上是可以看到你的token 就站在它的角度给你统计的 你可以其实和OpenAI unswap的账单进行对比的 你可以去完全做这个账单的对比 这个吉利很形象 是 这long chain自己也可以做 跟他做要把那些全部都 对long chain就干的事更多了 就我们现在 就是刚才说那个点 质量和时间 我们现在更希望它更快的返回 一旦long chain干的事情多了 返回就慢了 对是 您说他有些地方做的为了兼容 做了好多人生 他不应该他做的事 他做的搞得一样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从语言上来讲 long chain在python上的功能是更多的 我们是Rules Ruby上肯定也有long chain Ruby这个东西 但是它功能也没那么全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用那个东西 Ruby在AI生态上有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应该也有是吧 我的一些语言层面上 它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那它也提供别人的影片接口了 对是 是 OK那 我今天先到这儿 然后我也在群里面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问我们 除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产品都在使用AI 在移动短小程序上面 后来可能也会有更多 比方多么太的事情 比方说 大家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是想用我们新的活动小程序来做的 但是功能缺了一些 或许在未来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就可以使用精神剧的AI了 对我们更 后面有个想法 比方说 你先做一张海报 然后你拍照 我帮你创建出来活动 你活动元素其实就那么几个 识别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跟你说我是个啥活动 你给我做一张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这个语音输入 语音输入其实都不需要 然后模型自己来做了 语音输入那个 输入法其实已经做了 语音转文字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了 然后文字再去做那些事情的话 文声文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T2T做 对 都是整些数字人嘛 那最后谁没来 直接往那一照 对这也是就是 大家可以都可以想到的 就是以后UI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的重要 就真的就只是一个agent 你跟他对话就好了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 UI的这些层面的东西了 直接弄个命令行 那个命令行 然后agent 是 是 对也是 也是 对 ok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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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 谢谢 谢谢